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 我是Selena 今天和我们聊天的嘉宾 就是在越南出生 在越南长大 后来他也就像其他越南船民一样 坐船偷渡去香港 之后就移居了去加拿大的 许卓彭牧师John John就不单止会和我们分享 他在越南的生活 偷渡的情况 以及在难民营那时候的生活 也会和我们分享 他去到加拿大之后 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John,欢迎你 谢谢 其实你本身就是越南长大 你之前也跟我提过 你家里有15个小朋友 有8个男生 7个女生 你排第11 其实你怎样形容你当时在越南的生活 我先要有点澄清 有很多已经不是小朋友 我大哥和大姐 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已经几十岁 所以他们再不算是小朋友 我大哥那时候已经成家 她的女儿跟我同睡同年 我大哥姐也结了婚 当时已经有儿女 虽然我们是和一个父亲 但我们是内侧不同的母亲 所以我是有四个妈妈 他觉得四个妈妈就代表四个家 已经成家立室的那些 已经搬到外面自己住了 所以当时我是和我的第二妈妈一起住 和我爸爸一起住 所以我可以算得上是 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个小孩 不过其实不是我第二妈妈生的 我是第四妈妈生的 不过在我未曾有什么认识之前 就是我第四妈妈已经交了我给第二妈妈 成为我的妈妈 所以我根本是不知道 所以每个大姐妹都不一起住 所以就是四个家 我爸爸有时去那里探这个 有时去那里探那个 当时我长大的环境就是 我和我爸爸第二妈妈一起住 下铺上居 那楼下就是工厂 是我爸爸一间工厂 那其实你那时候 未来加拿大之前 你在越南 其实你是读到中学毕业的那时候 那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去想 就是想离开越南 但是你第一次想偷渡离开 是不成功 那其实被人捉回头的时候 后果是怎样的呢 很严重的 因为我那次走 就是连起我三兄弟一起走 那我们本来是一方面 已经认为都是很稳妥的 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越南的境地 离开了52日 我的父亲是花了很多钱 那几乎每一个关口都买通了 那我们就出了海 出了52日 坐一只船上面 就是想不到他这只船会 后来在盖住聖诞的时候 就上一批那些 撕烟和那些撕酒上船 然后再在新加坡那里 然后走回越南的海域 然后准备下那些货物 那时候的政权是一个很淡乎的政权 即是你每一个关口都要买通 给钱他们 而有时候就是这个官员 去接受那些款项 他不分给其他人 其他人就会找人来捉 那我们就这么不幸 这样就被捉在当地那里 一个地方叫牙庄那里 有差不多七十多天 捉回牙庄那里 那是我入的第一个监狱 然后过了几个星期 我又被用卡车 带了手扣地扣回来 送去南越的警察司令部 在那里住在游石 八个多月 到后来出庭审讯 就决定判出那个监期之后 我们又去了另一间正式的监狱 又住了九个多月 这件事都变成是 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们三个都未成年 未九十八岁 要我们供出来 我们哪里有钱可以离开越南呢? 如果一旦找到有罪名 就要我爸爸承担 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下 是我爸爸如果给判是 给钱我们离开的话 他可能要坐牢 又可能会充公所有的财产 所以我们当时家里要走难 即是不够在那里住 找很多律师 希望能够打掉那条罪 即是打掉我爸爸那条罪 给钱给儿女亲属去非法离开 因为当时越南是要每一个青年人 都到十八岁 就要服兵役的 跟着就要出去打仗 那个南北越战争 牵涉了有二十年那么久的时间 即是自从一九五年 一直打到一九七五年 才是那条战争的完结 那其实你在那里住了都两年了 差不多被他抓了 是 就是头头眉眉的 那你回来的时候 就在爸爸的工厂里面做学徒 那学了三年 那其实你在那时候 你有没有想着说 我有机会又会再出来 我都是我们不停地都想离开 因为那个环境 自从他们4月30号 北越军集了来南越 那解放全南越 那个环境就变了很大很大的 怨恕的环境 学校都不可以再读书 因为报纸媒介 虽然有中文报纸 但全部都改头换面 都是歌众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伟大 叫我们要学习雷锋精神 每一个人都要去做政治学习 慢慢之后 在学校那些地方 要我们听那些干部 发表社会主义的伟大 如何好 另一方面 所有的酒楼都没有了 也都是粮食很缺乏 我们买粮食 是要用户口纸的 有户口纸有多少人 才可以一个礼拜里 买多少东西 而且买回来的东西 根本很多时候 是不能吃的 番薯全部都很难 去这个地方 去另一个远一点的地方 都要得到政府的批准 夜晚又要戒严 最后我看到一个城市 在一个比较繁荣的情况下 变成一个死城 即是我不自由 即是无领死 我由第二次的计划 想要离开 第二次的计划由失败 我甚至当时是很沮丧 有想自杀的念头 那你未后 在你这个情绪 这么低落的时候 来到可以出回来 我出回来 是我因为有机会 我当时是跟一个 老师学那些古文学 和学习作诗填词 那我当中里面 有一群同学 在当中里面 有两个男同学 一起学习 他们两个是基督徒 那他们想有机会 就向我来传福音 他邀请我去他的隔壕会的 青年团契道 看看 那我就觉得 都挺合听的 我成长的背景 为什么我同一条街 其实已经有一家 中国人教会 但我从来都不会进去 但是在一个 很极度沮丧的环境下 我就听到福音 我觉得福音 带给我有一个希望 那我就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就参加了所有 那个教会的聚会 无论是祈祷会 青年团契 任何其他的聚会 主日崇拜 和所有的聚会 我都参加了 甚至学那些青年人 是一起的 去参加他们的祈祷会 学习祈祷 那我当中里面 我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 舞蹈 在一次他们的公开报道会 那里面 我就缺了智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当我缺了智之后 我突然之间 以前那些沮丧 那些困难 我都好像一掃而空 那样 我心灵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安慰 和寄托 就是感觉上 是有位上帝 他不会不管我 他是我的父亲 天父 他一定会照顾我 他一定会能够可以 给到我 闲磨 无论环境是哪样 还有当时我见到那些青年人 他们个个都很特别 因为个个都在这儿 忧齐忧迷 很担心的时候 这帮青年人 面上有一种很 很安然 很平安 那种的 那种的神采 在他们的面上 他们笑容满面 他们好像会 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那样 我觉得真是很特别 因为 这个情形是很不同的 直到我后来 他都知道之后 我都享受到这种 是主所赐的平安 因为主耶稣说过 你们在世上有苦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 这种的平安喜乐 就再一次充满了我的心 所以我的生命 要因此得到改变 那你那次就是七八年了 那时候是不是 七八年 十二月那时候 你和你妹妹 和其他几个人 一起去香港 那时候你还记得 是搭天运号的船 我都看过一些图片 其实这艘船都挺大的 是啊 有几千吨的 那你那时候 是不是很顺利去到香港 不顺利 一方面 就是我们都是会 就是我们当时 就是先去到一个 乡下的地方 在那里住了几天 那大家都不知道 何时会去 总之有人去 那我们就走了 那就先坐那些小的木船 然后又经过几个地方 然后才会 再到我们出去外面那里去公海 那里去撕那只 一个大的天运号 因为天运号 因为天运号 只能够停在公海那里 如果是侵入来 就会 叫做 侵入了越南或领海 它是不行的 而且船 是很大的 不能进到这么浅的地方 所以我们只能够坐那些小船上去 那去小船那里上去 就 又被那些人欺骗 那些人 那些越南的渔夫 用那小船 转我们出去 我这次特别的经历 就是 丢了我们在一个坊的地方 我说 怎样呢 丢了我们在那里 它走了 后来又另一辆船 一辆小船上来 你在做什么 又说粤文 我们在那里想希望等薄那一辆船 你们上这一辆船 我借你们去 你有什么金器 都拿给我 所有的人 耳環 戒指 全部都给了 其实是打龙通的 那一辆船 载我们去天运号 那里 天运号那一辆船 都说我们已经 吐得不清楚 因为我是 很怕那些 闻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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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的那些味道 我就会吐 所以 那个经历里面 我一直的经历 就是 我以为我会死在一个 坐一小船 去驳大船的时候 死在海上 我当时 就记得一句情人 我真的是 主耶稣 你平静风浪 我就这样求天赴 主耶稣平静风浪 我记得 马可福有第五章 但是 没有真的停止风浪 他停止了我里面的风浪 开始没有那么害怕 然后 去到那个地方 看到天运号 晚上是很风急浪高的 他丢了鱼网 那些人 那些船 就在鱼网上 他就跳鱼网 就跳鱼网 就跳到上面 放在我们的船里面 原来那些船上面 总共 那些人 是载了三千多人 上天运号之后 固然我们已经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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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要经过 要三十多人 不知道为什么 原因 三十日才去到香港 前一批 去到菲律宾 下了千多人 那我们坚持就说 我不知道去哪里 他就问我们 下不下菲律宾 我们不下 那就等着 那后来就终于 去了 香港 那去到香港 就被捉了 这些船 直接是铲入了香港的 水域 立即当场被捉 那时候 香港政府 就捉了一艘船 那他怎么处理你们 他怎么处理 他就开始 愿意给糧食我们 但是 那个生活环境 是很恶劣的 我们 因为香港 那一艘船上 是没有东西的 即是他没有给你们上岸 没有给我们上岸 那一艘船上面 在香港 在很短时间 他就 就 找方法拉一艘船 去南亚岛 那里 拍在南亚岛 那里 拆到个基建 那开始供应糧食给我们 什么都要香港政府 拿过来 我一天大概分到一杯水 我和我妹妹 两个人就有一杯 高点的一杯水 两杯水 这是生水 然后分配糧食 我记得一个 叫生命面包 还有三种罐头 一种是茄汁黄豆 一种是沙甸鱼 还有就是煉奶 分一个数量很少 几乎不够 一个星期就有一次热食 也要船拿东西再过来 我记得每人能够分到 就是很小碗的白粉 一碗那些 椰菜猪肉片 但是猪肉片不见的 椰菜多 有些水都可以了 也会再分到每人有 百粒的花生 因为怕我们在船上 不碰鼻 没有脚气 维他命B 百粒 每次分百粒 然后又有一个 这么小的橙 我连橙皮都吃了 因为没有东西 我都很教官 我终于那九个月的时间 因为不够水 不够粮食 我都便秘 这个环境是很恶劣的 连我们去厕所 都要香港政府 拉一大轮的厕所来给我们 船上的船长是台湾人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可以试试 有什么方法 可以和你们计划一下 因为船上有传道人 还有我 迟你本身 我们是识听 普通话国语的 那我跟这个船长 在见面的时候 那个船长跟我们说 他都是基督徒 那我们就后来 突然就 一个月我们见面一次 大家再 聊聊天 或者一起祈祷 我跟那个船长 这个是执事 和我 和这个船长 有一次那个船长说 他说 我见到你们死了这么多日 有些青年人死了 他说 我都很难过 他说我可能会做一些事 效法耶稣 救你 那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们就先听着 原来 他就趁着那个时候 然后呢 香港八月那里 不知道几多日风头 挂起了 那那个船长 他自己就会 打算他这样 因为那船已经开不了 因为那机件被拆了 那个船长就会 希望 他就要求 那时候呢 把那船的那些脑 全部拖起了 那那船就 没有重心了 那些风一吹 他自己掌抬 把那船 撞沉了 撞到他入水 撞到他入水之后 他就上去跟我们 讲一个消息 用过来说 我相信 香港政府 会来接你们走 接你们上岸 因为我估计 这个船 将会在三日之内 就会完全沉没 所以你们放心 果然在那天期限里面 那几日期限里面 香港政府 动用了几只 天星码头的渡海轮 去接船民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 当时我说 我信耶稣 让你走 你上岸 后来用了几只水警 天星码头的渡海轮 是载人 再去资马湾轮 让我们上岸 其实之前那几日 他就把芝麻湾里面 监狱那些监督办人 移杀去其他地方 整个芝麻湾 被千多人 我们租住 那就是 就上岸 上了芝麻湾 原话天空的星星 渴望发出构思 来争中你事 每刻都不赢 行灰火闪闪星星 托认你的一席 神应许别 每对燃祭呼应 缓足我的生命 都只得有你 你指下盼望我喜悸 幻被告知所需 神及早已预备 全望里终及传奇 愿我动作有你 使我不放弃 你指下人道我真理 就无恶不便 研究顺住应可 神應便会预备 便允一生以靠著 最是美 那時芝文安變成爛民營 那時爛民營的生活是怎樣 記比來說好很多 廁所有三餐 我們覺得很棒 對比起船上的伙食 有飯吃 每人吃完晚餐之後 還拿著奶回去監倉裡喝 我說不錯 有魚吃 這是紅衫魚 晚上有一條魚 有些飯 一頭有飯有菜 順排骨 早上有麵包 已經是完美 如果說起來 那些烹飲技術是不錯的 好過我的 現在煮好過我煮的 我現在火性都沒有那裡那麼好 那時你在那裡煮了多久 才有機會去加拿大 很快 因為我的情況就是 他們叫我們填這些歷料 各用的東西 交了給他們 其實就是 其他領事館那裡 因選哪些人比較適合 因為我填 我說我是懂見聞的 還有我是有技術在身上 那麽加拿大政府 即是 不知那裡什麼移民局 那些官員審核那些 那些文件 覺得哪一個想拿去的 那麽跟你說 那麽 那麽 那麽信我 那麽你要來加拿大 那麽 那麽 其實我當時 我是加拿大牌的名次很厚的 因爲我最先是想希望去澳洲 然後第二 就去美國 因爲美國有些親戚 現在第三 是法國 有些牽連 我都讀過小法文 但誰不知呢 加拿大是第一個 馬上跟我說 你會不會來加拿大呢 那我後來回來 跟那個傳道人那些執事說 他說 哇 你不要等了 有得去就快點去 其他你不知多久 那我就接受了我去 那麽所以 在芝麻灣那裡住了兩個星期 跟著就搏了我去 碼頭為女童 很遠 那麽地方是可以出門的 即是 間中 又可以讓你出去出門 那麽那裏兩個星期左右 兩個星期之後 買東西 我找回我香港的歌 那兩個星期左右就 那很快 兩個星期左右就 全都 四個星期不夠 我就去了 去了溫哥華 那麽其實也有些經歷的就是 我當時 很想去溫哥華 我只是知道溫哥華比較多中國人 即是那時1979年左右 那麽我就在碼頭圍那裏呢 那麽好 那麽好 妳可不可以給那個教會的電話給我 他說給那個教會的電話給我 即是我第一站在起機 從香港去到Edmonton 裏面 一個小鎮 一個地方 那裏 給我們在一個軍營裏面 那裏 那裏住 住幾天 那裏 那裏當中呢 就會有 加拿大的移民官接見我們 那麽當時呢 我就被他接見的時候 那個移民官呢 就和我 說妳一定想去溫哥華嗎 我說是 他說我也想去溫哥華 他說那裏是 退休的地方 你在那裏 你找不到工作 很難找工作 那我跟他說 我想去溫哥華 因為我知道那裏中文人很多 我要向他們傳福音 還有呢 我有一個 教會的電話 妳可不可以 看看可不可以幫我接觸那邊 那裏移民官呢 就 終於打那個電話 給那個 給那個教會 就是 溫哥華 華人 門樂會 救恩堂 那還剛剛 那個 教會的牧師在那裏接電話 問那個牧師 說 妳們這裏是否可以幫手 這個人去 申請去擔保他過來 過來教會 那裏受理擔過 那裏教會的牧師 那裏李世芬牧師 他就 因為他自己在大陸游泳出香港 他也是做過的 勞行文 他說 哦 我們這裏呢 就 不可以擔保他 不過我們教會呢 在這裏呢 又設了一個難民安置中心 是他跟門樂總會的 一個 Joint Venture的工作 如果妳約他過來 溫哥華這裏呢 我們這個難民安置中心呢 可以幫他找工作啊 這些什麼 幫助他 因為那個叫做 Refugee Resettlement Center 來的嘛 會幫忙 幫忙 找屋啊 找工作啊 辦所有那些入庭需要辦的手續啊 那些這樣的人 那我 終於去了溫哥 那你開頭去溫哥華呢 你是 就馬上找工作啊 是嗎 因為 你都需要一些經濟的支持啊 是 其實有很多人呢 就不想找工作 因為呢 他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下呢 他一直會受政府的援助 有些錢給他們 有些 那些 那些越南人還在跟我說啊 在這裏很好啊 在這裏 不用做事有錢收啊 政府 那我 不行啊 因為我要 很想法你運工 因為我覺得 我找到工作之後呢 我需要擔保我其他 那些兄弟子會過來 他們在一個水深火熱的情況下 如果我不幫他們 那就 辜負了他們讓我出來 隔了一個星期 我就馬上去找工作 但真的很難 很難找工作 因為當時 只有張報紙 整個找工作 張報紙有兩頁 但大漢公報 很困難啊 那我找工作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美後呢 你又會選擇去神學院裏讀書呢 你那時候是在西北鎮信會神學院 是嗎 是 我之前也在奧巴特 讀過一段時間 那其實是 當我一直不斷的 那時候呢 我都沒有停止 教會聚會 那我又聽到 那些傳道人說的那些 那些說話 特別 有幾次抉誌 有幾次 傳達了呼召 唐崇祿 有一個文句話 讀呼召 講道呼召 我想起 我和上帝 所曾經去過的怨 即是我當時呢 在越南的時候 我還跟上帝說 聽父啊 如果你讓我 能夠離開這段 我願意 將我一生放血 當時都是很年輕 很興奮的說話 當時找到一張出來 那我後來就 不停地想起 我 上帝已經做了 會 答應我做的事 但我答應上帝的事 我還沒有做 那後來我就想 明生一個 去陳學院的一個 一個想法 那所以那幾年呢 我就是不斷地 去補充自己的英文的能力 不足 因為陳學院 他需要 修身的英文的程度 需要等同 你要去入大學 那種的情況 所以我就 那幾年 不斷地 去補充了這個課程 由第二個課程 你那時候讀 就是讀宗教教育 和宗教文行 其實你覺得 在神學院裡面 你覺得 最能學到的是什麼 我想最能學到的是 跟教授那個相處 特別是這個 浸信會的神學院 那些教授真的很好 他們每一個都是一些牧者 所以他們是 雖然鹽 但也有恩慈那面 都能夠包容那些英文 不太行 那些法英文 最可惜就是 他們學養很高 但為人又很牽和 對人又很有感情 很有愛心 那不斷地 都經歷他們的題目 所以我覺得 最多的情況下 就是從那些 老師的身上 有好的學習 其實學做人 是多於知識那方面的得著 可以這麼說 是啊 因為 很多東西 你是聽回來 不合一個人 跟你有親身的接觸 那你讀了幾年 你就畢業了 在那裡 那你就回到香港的 中國神學研究院 繼續你那個 食事課程 那時候其實 你在加拿大有讀過神學 那為什麼你還要 去回香港讀呢 因為我當時看到 是將會有 就是面臨1997的時候 是會有很多 香港人會移民來 加拿大 那我自己那個 那個 教會 是比較 限制 溫哥教會 比較限制 是一些 多數都是 越南 或者廖國 或者僅富寨 甚至可能 馬來亞 新加坡 那些這樣 香港人 去 去香港 多一點 了解 中國人 即是變成 以後他們 如果香港 有多疑問過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 懂得怎樣去服侍他們 是嗎 沒錯 我是其實 準備好 而且我當時 高解是一個最美好的 一個時機 因為那時候 雖然是 面臨1997是十年 但是呢 其實就 已經開始 已經 開始 已經 醞釀著這些 這些事情 而且當時 是 一個 適宜的環境 都沒有發生 這麼大的事情 我在香港 讀神學 那段時間 是經歷到1989年 天安會民運的事情 那你其實呢 在忠神裡面 你覺得 你最能學到的 又是些什麼呢 都是那些老師 他們各個的學養 都令我 很欣賦 還有他們又很 那個親和力很強 我們有小組 一個老師 帶著那些學生 大家無所不談 其實你在神學院裡面 你也認識了你的太太 那時候其實 你認識了一年左右 你們就結婚了 其實那時候你還沒畢業 有些人來說 都會覺得時間不算很長 那你為什麼那時候 你會這麼肯定 這個就是我的終生伴侶 有些原因 就是因為我 一直守單身 我到三十歲 其實我是遇過不少女性的 但是我是 比較知道 哪些人是適合我自己 還有我是要準備好 將來一個可以跟我一起 同心侍奉 我到香港那裏 那裏 大家是讀神學的 那就知道了 我是很喜歡中文的 我現在的太太呢 事務呢 她是 中文系畢業 我跟她中文上 可以接觸得多一些 還有我都知道她的事和心思 還有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住在宿舍 那時候接觸的機會多一些 大家了解的各樣 都可以多一些 你在中神畢業之後 就分回溫哥話 來到在教會裏面繼續工作 那你做了兩年 全導人就被案立為牧師了 其實在你來說 你覺得牧師的身份 和你以前做全導人 分別是甚麼 可以對你來說是甚麼 做一個牧師 其實我想是 不是很認識 前兩年都在摸索 究竟他全導是做甚麼的呢 Pastor 其實發覺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需要 他也有一個困難 開始就是 不單止是說要去 傳遞一些聖經的知識 而是怎樣幫助他 能夠可以通過聖經的教導 和我跟他的接觸 幫助他能夠度過那些困難 或者他的病 或者他的家庭裏面 所以前兩年 其實我是 不是很認識 究竟一個全導人是怎樣 我以前還沒做牧師 以前都是平信徒師房 慢慢到一兩年之後 就多些接觸到 究竟別人的內心需要些甚麼 我頭一個教會 其實是 一個挺難做的一個教會 因為在開荒 人數很少 幫助一些人 能夠來到這裡落地生根 能夠開始各樣東西 又面對他們的移民危機 困難 但是一段時間之後 你二千年就去了多倫多 那繼續在教會裡面工作 是 當我之前 其實我是做過兩間教會 一間教會 是我原先所屬的中派 我做了六年 在新人教會 分一個地方給我們 我們自己做成員的工作 做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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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今天的教會 有秘書 又有書記 後來又面對另一個需要 就做了 另一間教會 應該請我去目會 我目會 做了三年 在那間教會 我一名教會 她是中國大陸 她是一個很內向 很怕事的一個女性 我師母 就接納她 成為一個門徒 就忍著去幫她 和她查經 和她分享 幾乎一個禮拜 就有三天 和她約會一個小時 後來見到這位師妹 和我太太 和我師母 成了好朋友 最近我還沒聽到她 很有 passion 她向人傳福音 我們做的方式 就是在美堅周圍四個街角 動那些牌 什麼 Jesus is Lord 什麼 要信主耶穌 你說你得一家都必得教 又英文又中文 聽到電影 跟我說 那位姐妹 帶了很多人的缺制 帶了很多大陸團團的缺制 我 真是想不到 想不到 以前很耐性 很怕事 小小聲 不敢出聲 這幾年是辛苦 但是 當你幾乎頂尖的成長的時候 我心裡面 有很大的喜樂 滿足的是 蓋過上那些新路 那你呢 其實在教會裡面做事的期間 你都參加很多不同的短期宣教的工作 你去過墨西哥 中山 緬甸 或者回到越南 等等這些地方 其實你去這些地方 短期宣教是做什麼的呢 哦 有各樣的情況都有的 就是看那個售族是哪些 譬如我在中山那裡 就是向一些 那些 那些 去那些茶經小組 那裡 那些人不識字的 那些人 那些人在六盟村裡面長大 那就是聽你講 或者跟你一起唱合歌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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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比較高水準文化 又是不同的地方 那他們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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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讲基督徒 音乐 圣乐 这些专题 但是多数我们是得到当地的教会邀请我们 去向他们去教英文 教小学的英文 书类有博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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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的 教他们的教语 在那些地方我们都是有些弟兄 宣教时已经组织了一些生意 其实生意实际上是教英文的 又教一些人的英文 礼拜又用英文教圣经 所以不一而终在那个情况需要 多数去缅甸就是做当地缅甸儿童的工作 福音工作 缅甸的国家长期在贫困和战争当中有很多孤儿 那些孤儿我们向他们传福 在缅甸的地方有些中国人的后裔 多数在环南的地方流落 那些孤儿长大 他们竟然成了神学生 我们就去教圣经 去那里 人们走过我身旁 他们眼中流露出 心中空虚与愁烦 走向未知路 人生路趁其艰难 真日心空举 欢笑言是幸福情 耶稿能一致 人们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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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美梦破灭之时 堂为人开录 人们需要主 人们需要主 何事我们才知 人们需要主 其实通过你们借着不同的工作 你有没有见到一些个别的例子 给你看到 你们做了这些东西 对他们的帮助 真的有在里面 特别是他们生命的成长 也会有的 比如好像在缅甸我教英文 或者我教圣经 见到他们上完一卷书之后 他们的想法和想法都有改变 因为神学生很有趣的挑战 我讲乙彭所书 那里讲太太的少顺服丈夫 那神学生跟我说 这些东西是保罗讲的 保罗没有结婚 怎会懂这些东西 我跟他讲 保罗因为有圣灵的感动 人情小时候有很多了解 还有当时的环境是怎样 周英应该说服了他 改变他某一些想法 第二个方面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经常见到那些缅甸的儿童 他们这些小朋友出来献私的时候 那些男的都是不穿衣 那些女的穿衣 那些女的穿衣都是那些毛衣来的 那些热都飞起 为什麽穿毛衣呢 原来那些毛衣是我们 里面寄过去的 我们最多是那些毛衣寄过去的 没得穿的话当然要穿 那我们穿毛衣 那我们每次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单止是去教他们圣经 和他们传福音 做话剧那样 其实我们带了很多我们的钱人去那边 那是帮助他们去改善他们的生活财务 我最记得是我们买了一些苹果给他们 那小朋友的眼睛 差点大了 我说你要洗脚才吃 他说不理啊 他说很贫困 我问他们 那见到他们的改变 真是很... 即是他们对于我们所 给他们的东西 那麽欢喜 对我们这种态度 我们的心是 已经跟他们可以裂在一起 所以每一次都说 你什麽时候再来? 你什麽时候再来? 我见到那些传道人 他还请我吃饭 我说哇 你那些藏书那些圣经注释 都几本在那里 我后来我把我所有的书都送给他们 我带去那些叉猫书都送给他们 他们很开心很欢喜 所以 所以 都 都 都 rewarding 的 一些 的经历 他们的家当是一个 一个伪分 一个 一个孤儿 都给大家三四百个 孤儿在那里 每个人晚上才铺一只在地上 只有这么多个地方 一个皮箱 所以我们每次去 都是 带了很多物资过来 他们的牙膏已经很开心 牙刷也很开心 其实刚才你也有提到 你自己本身也有儿女 那你觉得 在加拿大这么自由的地方 其实教小朋友 难不难 这里很难 因为这整个世界 都是 不肯承认上帝的一个世界 而且 通常都是崇尚物质主义 要教导他们 去 形式一维 他们肉眼 见不到的世界 见不到的天父上帝 是 不容易 因为上帝是心灵 不是物质性 他们这边的学习 所有都是 我要摸到 我要看到 我要摸到 我要闻到 我们才觉得这些是真实 要不然 这个 所谓的形象 一些的东西 他们很难 比较 比较接纳 而且他们这些 觉得一切的东西 是不需要新款 拿回来的 从小到大 父母就是 不停地供应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困难 不知道什么是贫困 也不知道什么是缺乏 所以是一个 挺不容易的一件事 其实教会 工作是非常莫碌 几乎把整个人的精神都去掉 因为师母没有工作 没有外面工作 他也是帮忙教会 还有多些时间 在照顾家庭的方便 而且他是女性 我又有两个女孩 希望她们在心灵上 比较可以接近一些 她们的感情 和师母比较好 那她考虑在加拿大 这个地方 那么多物质引誘的时候 去信耶稣呢? 真的有些识验的 他们两个都决了一次 投入了水泥 不过我就知道 他们的 做灵生命 真是有待改进 你叫他们自己去灵修 都很困难 我大女儿已经结婚了 搬到第二屋 先生 我的小女儿仍然在家 不过我们都是很忙碌的工作 那其实呢 和你住不单止你的小女儿 你又有妈妈 又有妹妹 又有妹夫 其实你一个家里面 其实整旁人 以北美来说 都是小的 那其实 怎样可以大家相处 又可以这么融洽呢? 哦 你一方面说 我这两年 已经没有和我妈妈一起住了 我妈妈 她已经和我的 她们的 妹妹 和妹夫 她们搬回去温哥 过去我们一起住了 有整 二十多年的时间 在同一间屋子 那其实 的确当中 里面需要很多的 大家互相牵手 不过 他们都因为知道 我是传道人的缘故 他们都是尽量的来 帮我手 真正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很多 因为各个自己 做自己的责任 那样 可以了 不过 他们知道 我是传道人的缘故 他们都是 圣主的 他们都知道 传道人是 需要很多的 其他的10% 那 其实你平时有时间 你都喜欢看书 那会不会有 觉得有哪本书 你觉得对你来说 影响是最大最正面的呢 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我是最后一份工作 在我未读神学之前 我进了圣经工会工作 不记得两本书 对我 是很大的帮助 一本是 Watchman Lee 就是毅读星所写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 所以对我 有一个很大的震恙帮助 帮我能够胜过一些 我当自己已经死了 当自己死了 有不同的好处 他觉得很好 所以我能够帮助我的灵命 另外一本书 是叫做True Spirituality 是一个已经过了身的 一个美国的护教学家 Francis Safer 写的 对你的灵命 在特别哪一方面呢 你觉得对你的帮助 帮助我能够 就是对于 一些是 我们不能够用 肉眼感官 接触得到的世界 是很真实的 其实 他们所用的东西 都是圣经的经文 不过但是 一个演绎法 是比较 比较我们近代人 可以接受 加上他们一些见证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有时的人 转到来讲道的 只是说圣经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为何可以 应用得到呢 那这几个人呢 那这几个人呢 都是能够将这些 可以说得很清楚 可以实用 在自己的生命上面 那你现在呢 那你现在呢 在你这个人生阶段里面 你觉得呢 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 或者是哪一首的诗歌呢 对你来说是最大鼓励的呢 经文呢 其实就是 诗篇二十三篇 因为 在我身上呢 是 很真实 那么 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真是 耶和华姓末者 他走在前面 带了我出 然后呢 我这一生里面呢 离开我原先的家庭 受家里的供应 我出到来 开始呢 都是 以我说供应 是没有缺乏 我必不自缺乏 那是很真实 他真是带领我 这个人生 虽然我是这么 不配啊 和这么软弱啊 但他真是很真实 那有没有哪一首的诗歌呢 你都觉得是对你有大鼓励的了 就是这首 哦 直接是这段经文的 用这段经文 而作的一首诗歌 是啊 这首诗歌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在越南的华人教会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间教会 他是将整段 《蕭尤三篇》 每一个字都完全写了 而且用中国的语言 我一听 哇 突然间好像很震行 到有一次 有机会 在一个场合里面 我做主席 那晚是圣诞节报到会 真的不简单 有几个幹部 都坐在后面 看着我们 我都照读《诗篇》二三篇 因为我觉得很震行 这篇诗就是很真实 将神的慈爱 和对人的那种的爱护 照顾得这么奇妙 这么入浴 那今天很多谢 許卓彭牧师John 和我们分享了 他的成长 信仰 婚姻 家庭 工作 等等的 愿神继续祝福你 和使用你 谢谢你们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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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聊天的方式以英语来交谈 从不间断 疫情期间就用视频会面 他们无所不谈 话题随着他人生不同阶段而改变 初期有关学校生活 国内的家人 后来就讲到找工 转工 谈恋爱 近年话题就涉及不买屋 买车 申请父母来加拿大 结婚 不过谈话中 没有忘记神的恩典 神的带领和保守 比此深信 他与南西认识和相交 是神的安排 有他的美意 看见这个年轻人 有清晰的人生目标 理想一步一步的大道 实在为他高兴 最重要的是他懂得 倚靠和找紧神 对基督教信仰的持守 无论生活环境如何改变 相信主与他同在 主在他生命中 有好的安排和计划 他的太太南西是个好见证 他们认识的时候 他还未信主 但看见斯恩的生活见证 他性格温顺 很小化脾气 有责任感 在他的影响下 慢慢接受基督教信仰 最后缺制受洗 成为基督徒 在婚礼誓辞中 兰西激动而落泪 他感谢神 让他遇上斯恩 在基督的见证下 他愿意按照主 在圣经中的教导 遵守婚姻的誓言 竭力行出神的旨意 这时多么令人感动 和美丽的图画 回想斯恩的父母 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将这份救恩的礼物 传给儿子斯恩 就好像保罗提到 提摩太受外祖母 和母亲的正面影响 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 想到你心里无偽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 来尔和你母亲 有离基心里的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今天斯恩有自己的家 相信他也会将福音传给子女 让神的恩典和祝福 在他们的家族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